大家好,我们来看一下这副抽抽绣需要用到的一些技巧 拿出绣绷拧松螺丝 这里不需要将螺丝杆全部拧下来 将绣绷内外圈分开 绣布放在立圈上面 图案放在正中间 然后用外圈将布和内圈卡住 一边拧紧螺丝,一边拉扯绣布 将绣绷周围布整理平整,使布绷平 直到完全绷紧为止 布绷得越紧,搓起来更容易 接着了解如何使用搓针 将穿线器从搓针针尖穿向顶部 没有穿线器可用家里的细铁丝代替 将毛线穿进线环 拉动刺线器将线拉出来 然后将线从针尖上的孔创出 这里我们直接从有线条的一面出 没有线条的一面才是使用的正面 在线机上入针,入针后不用拐线头 直接开始搓制 使用搓针时针尖斜面时装朝前 搓短针一点,每两个布孔一针 搓得密集一点,正面才会更好看 针尖拔出向前移动时针尖一直贴着布面 出针时不要将针提得太高 以免将戳进布里的绣线拉出来 结尾,转动搓针继续贴着前一排绣纸 搓入针是在上一排绣好的两针之间 先搓小的图案,最后搓大的图案 配色在图纸上都有标注 按照配色搓即可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这就是戳好后正面的效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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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